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朋友们 有的人真的在水深火热当中 那我们就是祷告神 我觉得当祷告的时候 我就是感觉神他就是提醒 在这样的过程 我们就是更多的祷告 要稳稳地经过 要稳稳地经过 虽然有的时候外面的风暴 特别是对我们神的儿女来说 我们也有的时候也很难说 我们不受到波及 事实上也有很多神的儿女 也是在这样的一个疫情当中 他们受到影响 所以不管是自身 也许他们也确诊 或者说有的时候 他们因为受别人的影响 所以有的时候 他们不容易来聚会 因为也许被匡列 或者很多这些状况 那这些不论发生什么事 我们千万不要觉得 怎么这么倒霉 我们就是感谢神 虽然不明白 或者说也许我们就是 就像我们常说 日头神叫日头造义人 造好人也造歹人 神降雨给好人也给不好的人 所以有的时候 在这样的一个瘟疫 在这样的一个患难当中 有的时候真的是不容易 可是越在这个时刻 我们的心要举向神 不断地举向神 要赞美神 越在这样的时刻 要常常呼求耶稣的保险 我觉得从起头 神就一直地提醒 就是耶稣的保险 要常常用耶稣的保险 来涂抹你的家 来洁净你的家 而且来洁净我们这个人 那我相信 我相信这个日子 一定都会过去的 所以我们 只是在过程 有的时候我们心里 会有点上上下下 会有点不安 特别有的时候 有的时候 很多父母是为着孩子们 有的孩子还没有打针 或者说每一个人的身体 免疫系统状况也不一样 所以父母很多很多的压力 但是不要怕 在这样的时刻 我们就是更多的来祷告神 那早晨我们 我就仰望神 今天我想和弟兄姐妹 不过今天早上 我也很感谢神 我就突然想到一件事 我就好感谢神 我就想要说 主啊这两年来教会 就是因为更多的 我们就是有这个媒体的 这样的一个宣教 其实也不止这两年 已经好多年 教会都一直往这个方向 所以在两年前 台湾爆发的时候 那教会就稳稳的 就像我说的 已经预备好 因为之前都一直这样做 所以有继续的这样子做 但是我就是很感谢神 特别是 在这样的一个日子 神的儿女 仍然可以上网寻良 好像他们 虽然有的时候有困难 有时候不是自己不愿意吗 有时候就是被绑住了 被匡列住了 但是就在这个时刻 他们可以继续的来 吃灵粮 继续的来渴慕神 来追求神 所以我有时候想想 真的很感恩 很多时候 我听到一些回应 他们虽然不容易来聚会 可是呢 他们就想 还好有这个 有这个网路 我们可以在线上聚会 在最困难的时刻 感觉好像还是跟神 跟弟兄姐妹 还是可以有这样的一个连结 所以我真的觉得说 其实神 耶和华以乐 神真的为我们都有预备 所以真的是感谢神的恩典 我们有一个可爱的孩子 他就说 礼拜天 他就突然有一个感动 就是感动 他就有一个想法 他应该去买快筛 快筛剂这样子 后来他就买了 他就说 真的感谢神 礼拜一就发了 一用就 发现就确诊这样子 就养性的 然后 他就很 他看起来就很感恩 他就说 真的好巧 这样子 我就说 不错啊 他在确诊的时候 他还可以这么快乐 所以我觉得 是恩典 是恩典 所以 有的时候 当我看见 有的弟兄姐妹 真的 不小心 有这样的一个 确诊的状况 我通常 我都是这样祷告 弟兄姐妹 都蒙保守 都不要确诊 当然是最好的情况 可是万一有时候 不小心 有时候我们真的 被感染到或什么 那我就是祷告 就让他到最轻的状况 一两天 我们期待 很快我们就可以 恢复 那 这个我觉得 你也可以放在 你的祷告当中 这些日子 真的要更多的祷告 为着你自己 也为着我们周遭的人 因为我们 我想这也是神 给基督徒的责任 那 今天早上 又回到今天早上 就是要来提到说 我想跟大家分享 就是你不要把痛苦 往你的肚里吞 往你的心里吞 你知道有的时候 我们为什么会这么痛苦 你的痛苦就是来自于 别人对你的伤害 对不对 要是我们 也许我们心中 有一些冤屈 那有一些时候 我们没有办法 对别人讲 所以我们没有办法 对别人讲 我们就怎么样 往肚里吞 我们就忍耐 忍耐 可是有的时候 那个忍耐 有时候忍耐到 我们快要抓狂了 而且日子久了 你发现 他不会给你带来祝福 而且有时候 渐渐我会变得 越来越苦毒了 我们越来越觉得 他凭什么这样说我 他凭什么这样子伤害我 他怎么可以这样对待我 然后有的时候 真的是痛苦到 有的人做噩梦 都梦见拿刀杀对方 就是因为很恨 很愁苦 那我们怎么办呢 有的时候 我们就没有办法 决定别人 你拜托别人 你不要伤害我 你不要伤害我 那你没有办法 决定别人的行动 对不对 可是我却觉得 你可以决定 你怎么样来面对 那关于受伤 关于别人伤害你这件事 我们通常我们觉得 神应该 应该 我们觉得神应该 要加倍地报复 十倍地报复 报应那个人 有可能 深渊在神 可是关于 你的部分 神是怎么说 我们通常都会期待说 主最好就说 我了解你的痛苦 你真是太委屈了 你真的是 太 太不容易了 这样子我们就觉得 有被同理到了 可是有的时候 基督徒 不太容易的就是 他发现读圣经 去从圣经里面 看到什么 主说 你们要 如果有人伤害你们 有人得罪你 你要饶恕他 七十个七次 有的人每次看到 这一篇 这个马太福音 四福音都有记载的 他就跳过去 就不想看 为什么 因为里面很痛苦 那当我们记得这个故事 你记得 那天彼得 彼得不知道谁得罪他 他就来 来问耶稣 就讲到说 有弟兄得罪 我要饶恕他几次 七次好不好 七次其实是很了不起 对不对 有的人 两次 三次是底线这样 可是耶稣说 我告诉你 不是七次 而是七十个七次 这是在马太福音 十八章 二十一到三十五节 后来主就讲一个比喻 讲到有一个人 他欠了一千万 一千万的银子 可是他没有什么 可以偿还的 所以后来 主人就吩咐他 反正把所有的都 变卖要偿还 还是不够 所以后来 这个人就一直拜托说 请你宽容我 将来我有能力 我会偿还 所以那个主人 就很动了慈心 就怜悯 说好吧好吧 就免了他的债 这样子 他就回去 结果这个人 走在半路的时候 就遇到另外一个人 那个人欠他十两银子 他就揪着他 就心上就 就掐住他的喉咙 就是抓着他 掐住他的喉咙 说你把欠了都还我 这样 他那个人就说 哎呀 拜托 就宽容我 我以后有钱 我一定会还你 可是这个人 他不愿意 所以就把他 下到街里 意思就是去告他 然后呢 一直等到 他可以还这个钱 所以旁边 有人就看不过去 就去跟 跟那个主人讲 主人听了就很生气 又把他叫回来 说你这个人 你是恶奴才 你是一个不好的人 你求我 我就把你所欠的都免了 你不应该也是这样 你刚刚 你欠我一千万两银子 那个人欠你十两银子 你都不肯这样子放过他 所以这个主人很生气 就把他交给掌刑的 那就是他的结局 当然就是比较不好 所以后来主就说 你们个人若不从心里 饶恕你的弟兄 我天父也要这样待你了 我想主真的要告诉我们 就是说 他给我们的很多很多 所以如果别人真的伤害我们 欺负我们 其实那个就像十两银子 可是你就会觉得 也许有的人 我们的感觉就是 不觉得那是十两银子 我们就是觉得很多 那到底怎么办呢 那我也在想 到底怎么办呢 那因为每一个伤害是不一样 有的时候 我们面对这样的一个伤害 不管是言语啊 暴力 或者我们被拒绝 有的时候我们就 有的人就是往肚里吞 就忍耐忍耐 可是有一些东西 就是你的 因为别人所做的这个事情 就是让你的心 就受到很大的创伤 有的时候是 里面会有惊吓 会有恐惧 甚至会有内在的誓言 那是有的时候 真的是很不容易 很不容易来原谅 我就想到说 以前我认识一个先生 有一次我们就听他讲话 听他分享 他就说到 他姐姐的未婚夫啊 在结婚的前两个月 就自杀了 后来自杀之后 他的姐姐就疯了 好 疯了 一直到今天 其实已经七十几岁了 他都没有办法自行生活 你知道这个就是 一个创伤在人的里面 他不明白为什么 未婚夫要这样子 好 就是都要结婚了 就救你去自杀了 所以有时候里面 就会太惊吓太痛苦了 好 那受到这样的一个痛苦 他不晓得该怎么办 所以人整个就精神就崩溃了 可是我们不要忘记 诗篇二十三篇说 我虽然行过死因的忧骨 也不怕遭害 因为你与我同在 你的杖 你的肝都安慰我 今天当然这个人 我刚刚讲这个 因为他们没有信主 所以有的时候 就是没有办法 找不到路 所以有时候就会 濒临这样 有的就是真的崩溃 有的就是觉得 有的甚至会伤害自己 或者有些其他的问题 所以因为这些创伤 创伤就好像一个 打开的门 如果你不处理 那他不会 有人说时间久了 这个伤口就会好 可是我却发现 其实如果你不处理 他不会好 有的人他们里面 他里面有一个伤 他没有去处理 他只是把它放在 他的心的深处 我们说情绪地下室 那就是放在 就像我们很多东西 我们不用 就把它放地下室里面 那有的时候 我们把一些伤害 因为我不想面对 我不想去想 因为我不想的时候 我发现我还可以过 我觉得还不错 所以我们就把它 弄好包好 就把它放在 这个情绪地下室里 就不去想 可是问题是不去想 并不代表它不存在 也许有的人觉得 我说我时间久了 真的就好了 你其实不是好了 因为如果有时候 遇到另外一个 很类似的状况 你就抓狂了 你整个人就 整个就爆炸了 那这就是因为 人里面受伤 所以有的时候 因为这些痛苦 我们就 就这样的一个灵 就是会 不断地来 来折磨我们 或者说有的人 因为他们也许 甚至有的人 他们真的是看见 父母离婚 有的人就很恨 恨男人 或者恨女人 或者他们就发誓 我绝不结婚 因为他看见 自己的母亲 怎么样的受伤 或者自己的父亲 怎么样的无礼 各方面的 他们就觉得 婚姻没有一个是好的 就产生一个不婚主义 甚至是一个性向的错乱 所以有的时候 就是会有这些问题 那问题是 这个 这就是我讲的 如果我们把痛苦 只是往心里吞 它就会容易产生 这样的一个拒绝的灵 你会拒绝别人 对你的爱 或者说 在你的里面 你会有内在的誓言 你就会像 刚刚我说的 他就会发誓 在里面 他就觉得 我决定 我不再相信人 我决定 我再不结婚 我决定 我再不要付出我的爱 很多这样的一个话语 所以我们面对这些事情 这些在我们的生活当中 我在说 真的都免不了 都免不了 而面对这些受伤的经验 我们所要做的 就是要学习敞开心 让神介入 然后你要诚实地 面对你自己的情绪 愿意让神来医治 然后呢 当神医治你之后 你才有办法进一步的 我们说 你才可能饶恕 原谅对方 或者释放你自己 不然的话 真的很多人 他们没有办法接受 耶稣所讲的这个话 他们觉得 耶稣讲很多道理 都蛮好的 也很好听 而且觉得也 对我们很有祝福 可是面对这件事 因为是讲到 我们跟人 有的时候会有 直接带来这样的一个伤害 所以有时候 我们觉得很痛苦 你知道真的是不容易 我想到有一个先生 他在美国 他有花粉热 他得这个花粉热 就是因为医生打错针 所以他有十年 他都没有办法 好好地工作 所以他几乎都是 就贪了这样子 所以就很受伤 很受伤 可是我想到另外一个人 他也是这样啊 也是因为别人的错误 就是教会历史很有名的 这个诗歌创作者 就是芬妮·克罗斯比 我们以前 那是古老的诗歌 我们都很喜欢 比方有福的雀句啊 这些 那都是他写的 他也是因为医生 给他打错针啊 所以后来他就 整个就成为 很多的 包括眼睛看不见啊 或者有一些 其他的部分 但是问题是 他选择饶恕 他选择饶恕 所以神也继续地 使用他 写了几千首 这样的一个诗歌 那当然你说 他们 有的时候我们觉得 我们不想要原谅别人 因为我们觉得他不配 那可是你要了解 你原谅他 不是因为他配不配 而是你选择 用神的方式 因为你没有办法 决定别人的行为 刚刚我一开始说 我们不喜欢 别人这样伤害我们 对我们说话 做这件事在我们的身上 或者在背后 好像搞鬼 但是有的时候 有的时候没有办法 它就会不断地 在我们生活现场 不断地发生 那你怎么办呢 那你没有办法决定别人 有时候你就觉得 这个事情就不是这样 已经跟他解释过 不是这样 可是别人去讲 又还是要把这个事情 传成这样 所以说就让你觉得 你在婆家 有的时候你很难 很难待着 或者有时候 你面对你的朋友 你就不晓得怎么样 告诉他们 你就觉得人家 就一定要黑你 所以久了 有的人就 也既然没有办法解释 他们就会伤害自己 那个伤害自己 就是当你把痛苦 往肚里吞的时候 其实某个程度来讲 你也在伤害自己 因为每一天 你光想想 想找那些事情 你就是不断地 折磨你自己 所以有人说 那个不饶恕 就像债务一样 好像你把那个债务 你就扛在你的肩上 所以我们主说 你们个人 若不从心里 饶恕你的弟兄 我天父也要 这样子带你 主 其实主 这样讲 不要让你误会 觉得说 主很严厉 我如果没有原谅别人 那是不是主 也不原谅我呢 其实 我觉得主 真正要表达的 就是我们一定要了解 神的爱 因为神 祂不要你这么痛苦 神不要你这么痛苦 神知道 你把这些伤害 你这样紧紧地 拽在手里 你住在这样的一个 生活当中 每一天都仇恨 每一天你就是 有那个受伤的情节 久了以后 你就很敏感 你这个人 就变得很脆弱 然后呢 而且 因为我们里面 就这样的一个苦毒 这个痛苦 这个怨恨 因为这些的根源 我在说 都可能是来自于 别人伤害我们 当然我今天讲 是比较是这一方面 因为另外一方面 有的时候你要留意 有的时候 你觉得别人伤害你 也有可能 你已经去伤害别人 也有这个层面 可是这个层面 不是今天我要讲的重点 我今天只是 专注在 当你觉得你是受伤 可是我再强调 我们讲这个层面 不是说你没有责任 不是说 好像都是别人对不起我 我们有的时候 真的也是要反省 有没有我的责任 有没有一些事情 是我这个部分 是因为我去挑衅 对不对 我去挑衅 或者说 也许因为我的 这样的一个不小心 或者我的 有一些行为举止 造成别人的误会 那我们当然要改变 我们自己 但是我刚刚提到 这不是我今天 要讲的重点 因为我们也是 有时间的限制 但是我今天比较强调 是你自己的感觉 当你觉得 当你觉得说 好 当你觉得你很痛苦 那你真的要 一定要倚靠神 你真的要释放你自己 不然 有一个问题 就是比较严重 就是你 就是容易活在 对邪灵敞开的环境里面 你知道邪灵它 邪灵它是一个 有灵 没有身体的 这样的一个灵体 所以它一定要 附着在 人的身体 或者一个 一个物品上面 所以有时候连猪 它也觉得OK 这样子 它也可以附着在 猪体上面 那可是它怎么样 附着在人体 它最喜欢附着在 人体里面 那常常都是因为 我们 我们有的时候 有一些罪恶 或者有一些 有一些破口 这个就会让它 有机可乘 就是不断地 攻击我们 或者 搅扰我们 所以为了我们 可以活在一个 释放 或者我们可以活在 一个自由 平安的生活里 东西们 你一定要了解 因为这个部分 我们为什么 事实上 有的时候我们 也还是会常常 分享这个点 因为这个其实 造成很多人 他们 他们痛苦的根源 或者说 他们受仇敌 搅扰的一个原因 就在这里 因为他们不明白 原来 因为我的不原谅 它就引发 里面的苦毒 怨恨 甚至有时候 会有报复的心 你会有这样的想法 你知道其实 已经是给仇敌 开一个门 所以有时候仇敌 就会 他就会给你一些想法 你就给他下药啊 或者说 你就 你就应该做什么事情 你要让他知道 你很生气 你应该做什么 你应该揪团 你应该要 好像说 我们集结他的朋友 糟糕 他的朋友 告诉他 他有多么的糟糕 他是一个 巴拉巴 跟你很多这种想法 你知道那个不是你自己的想法 我们属神的人 神是良善的 神不会把那种 伤害别人的想法 意念图片 放在我们的脑袋 可是为什么你会这样子想 有的人觉得说 有的人真的是 会觉得说 啊 我怎么会想这种事情 我怎么会想到说 我要去做一个事情 我要这样子杀害他 那 有时候有的人就是 没有办法 就像以前 我提过一个女孩 当她在恋情上面 因为是三角恋嘛 对不对 那这个女孩 她就是没有办法 她没有办法 接受她的学妹 介入她的感情 那当然 我觉得也是 她学长劈腿的关系 但是她就受不了 所以想想想 那女孩 因为都读研究所嘛 所以又是读这些化学的 竟然会想说 用网水 去毁尸 去溶尸 你知道这个不是 后来当然这女孩姓祖了 可是呢 你知道 就会很懊悔 我为什么会这样子想 我为什么会做这个事情 这个就是仇敌 因为当你里面很恨的时候 好像立刻 就会有一个破口 在我们里面 仇敌她就立刻 进到我们里面 她就把一些想法 怎么样伤害别人 好的想法 放在你的里面 你以为伤害别人 你会快乐 可是后来你会发现 好像会有个反噬的力量 好像这个反噬的力量 在你的身上 你其实更愁苦 所以那你说 OK 那我们都知道说 那这个很严重 那到底应该怎么样 我可以胜过这个创伤 我不能够决定别人的作为 我不能够决定说 好像说你不要伤害我 那我怎么样的来面对 对 就是因为这个事情 我们在这里一直讲 所以有的时候基督徒 有时候就会觉得很不公平 为什么都是我们要去饶恕别人呢 那当然如果说 你面对的都是基督徒 基督徒对基督徒之间的仇恨 那我自己是觉得说 就是看你的灵性 灵性比较好的人 就通常都是比较容易先下来 比较愿意嘛 就依靠神 得到那个胜过 这个伤害的力量 但是如果说 有的时候你面对的 就是非基督徒 那有的时候 有的基督徒真的是觉得 很过不去 觉得都是我要学功课 都是我要学功课 所以甚至有的时候 有人走极端就不信主了 因为他觉得 我要做我自己 我想要自由 他的自由是 我想要自由地伤害别人 我想要做什么 我就做什么 我不想要被上帝来管 可是这样的生活 这样的一个决定 说真的 到最后 痛苦的还是你 你就是在旷野走一遭 你还是很痛苦 所以今天我想给你几个方法 至少让你参考 你可以试试看 我觉得会有帮助的 怎么样 你不能够影响别人的作为 别人他要伤你 他就要伤你 可是你却可以决定 我要不要被你伤害到 你怎么面对 第一个 我觉得我们要谦卑回转向神 也就是说 你面对你自己 没有办法解决的痛苦 你需要谦卑自己 降服在主的里面 主啊我很痛苦 可是主我这个时候我知道 我一定要来寻求你的帮助 我不能够让我自己 在那个痛苦软弱当中 我真的不晓得该怎么办 刚刚我讲到那个先生 他不是讲到他姐姐 他姐姐不是疯了吗 因为这个未婚夫 在结婚前两个月就自杀 所以太大的撞击 所以他觉得 他真的不能够原谅自己 未婚夫 你怎么可以这样对待我 所以他疯了这样子 所以这个先生他就是 遇到这个人生的痛苦 为什么他看到 他姐姐发疯了 那他有责任嘛 他觉得他应该要照顾 自己发疯的姐姐 可是他的身体又非常的不好 所以呢他找了一个方法 他就是做什么呢 他就是觉得说 因为是这样 我姐姐有这样的 我们家看起来 有这样的一个事情 姐姐疯了 我身体又不好 那我要借着修行 来放下 更多的放下 你知道那个想法 就是好像 就快成仙了 就觉得 这个都是 一种罪孽嘛 所以我们要来赎 这个就都是来修我 这个人的这样子 那如果不行的话 他说下一辈子轮回 再一次 我心里想说 这个人生痛苦一次够了 我们到天堂好好生活吧 还有轮回 还好我们基督徒 我们不相信轮回 我们就只有精神跟永恒 后来我记得牧师就跟他说 你没有办法靠你自己 对不起没 这样的话 真的 我觉得有的人 他们 也许他们 没有办法接受 他还是相信我还是要修 我要修 你有没有想过 你的修行也是逃避啊 你就是逃避你的问题啊 对不对 不要去想 好像说 不要 就是好像你活在自己的世界里 我要修 遇到这种状况 我来修行 修我的忍耐 修我的这个什么 巴拉巴拉 这不是一个事啊 你自己搞得人不像人 鬼不像鬼的 所以 对不起没 我们遇到一些状况 很痛苦 很可怕 那你不要胡思乱想 有的人真的就走极端 这个就是因为我前辈子 有人告诉我 这是你前辈子的恶 或者是什么 所以你要用这一辈子 你应该做什么 这一辈子你要吃素 都要一辈子吃素来俗 或者你应该要出家 你跟佛有缘 有的人就觉得为了这个 他如果可以这样做 可以来改变我的家族 或者这些痛苦 这些伤害 他们就走向这个极端了 好 可是我觉得那不是真理 因为神他爱我们 神不要我们痛苦啊 对不对 你知道一辈子吃素 我觉得也是很辛苦 我们有一个牧师 有一个牧师他讲说 他的妈妈也是吃素 一辈子 一辈子 可是后来啊 后来 这个他儿子就 不断地传福音 传福音给他 那后来信主了 后来他儿子就鼓励妈妈说 妈妈吃一点荤的吧 吃一点肉 后来他说 有一次他妈妈 就是第一次吃肉 然后就讲了一句话说 肉好好吃 我也觉得肉好好吃 对 我觉得神其实是要我们很快乐的 对我前面 神他没有要我们好像来苦行生 神知道我们做不到 所以你知道你需要从神得到力量 来面对 你遇到一个事情 你就是谦卑下来 主我需要你 这是第一件事情 你被伤害了 不管人家做一件事情 说一个话或者有一个环境的发生 你很痛苦 你第一件事就是谦卑下来 主我虽然不明白 可是主我降伏下来 因为当你立刻一谦卑的时候 你说主我服下来 虽然我不明白 主我把我的痛苦交给你的时候 你知道当你立刻一谦卑的时候 我们里面的灵 它就踏实了 立刻本来让你抓狂 那个愤怒的风暴 它立刻就静下来了 这是一个奥秘 真的丢起来 当你愿意 当你说主我愿意谦卑下来 你立刻你就不会一直去想 就是那些画面 那些挣扎 它渐渐 它几乎可以立即 它就可以渐渐地平缓下来 而不会让你一直上升 里面的情绪一直上来 第二 你可以做一件事 就是认清你的伤害 也就是说 在这个事情当中 你要认清 那个伤害的对象 这个人他伤害我 他做了什么 然后你要了解 你为什么受伤 然后你可以把这件事情 带到神的面前 有时候神会给你一个答案 我举例来说 几年前 我说 就是 那时候我 当年轻的时候 青少年 大家都知道 我有一个很快乐的妈妈 她常常活在自己的世界里 所以她很快乐 可是她也是很自私 就是说 当然她现在信主了 所以有的时候 有的时候我们也是用神的爱爱她 也不会去 好像说去跟她计较这些 可是我只是想说 那个过程 我就想到 我妈妈其实 她也是很多的毛病这样子 很多的问题 就是她实在是太 她总是有办法 比方以前我爸爸生病的时候 她就有办法去骗医药费 真的 连骗医药费就去赌博 所以她就很喜欢 那这样 反正就是过自己的生活这样 所以有时候我就会想一想说 我妈妈 她这样子 就会对我们孩子来讲 其实会有点受伤 觉得她不是一个 很负责任的人这样子 所以我就觉得 我里面好像有 有一个部分 是从原生家庭来的 这个伤害 那这个伤害就是我妈妈 我觉得我妈妈 她不像一个妈妈 你看母亲节 所有的妈妈都说 要心灵对话 她都没有跟我心灵对话过 那这样子 连我们吃饭都不知道这样 所以有时候我们就觉得说 有时候就觉得 这不像一个正常妈妈 可是我记得有一次 我就 我就是把这个问题 我就学习放在神的手中 因为有时候就是学习 不想 不想 可是就像我刚刚说 你不想 你解决不了问题的 那 后来那一次我就想到 我就记得神就跟我讲说 这个不是她的错 因为她也没有一个好的妈妈 可以学习 我就想 对 我听说我的外婆 我没看过她 我外婆从小就带我妈妈赌博 那她们常常在家 都看一桌一桌的 所以我妈妈从小就在旁边分红 然后外婆就教她 这个 这个 就教她赌博这样子 所以呢 她当然 她怎么 她没有办法做一个好的妈妈 因为她没有学过 或者她没有一个好的榜样 她只知道 赌博 哦 这样很快乐 哦 有钱就很快乐 所以当明白以后 其实你就可以释怀 你就不会觉得 一直好像把这个事放在手中 就觉得说 她不好 她不好 不会啊 你就可以用另外一个角度 来欣赏她 像现在有时候我看到 我觉得你只要你快乐就好了 那有一次她就是很快乐 我就觉得 那个时候当然她已经有一点失智了 已经失智 所以后来我就提醒她说 你以前都赌博 都没有照顾家里啊 我妈就说 我哪有赌博 我都没有赌博啊 我哪有赌博 我这样 后来我就想说 对啊 旧事已过都变成心 罪恶 不好的都忘光光了 对 其实有的时候我们也应该忘记 我觉得如果你可以忘记 你过去的一些伤害 不管你伤害别人 或者说 不过伤害别人 当然应该尽可能 如果你还可以 你不像我妈妈失智了嘛 但是如果说可以 有一点盗窃 有些这个 我觉得也是好 但是另外一方面 有一些东西 如果别人真的伤害你 其实我觉得你 尽量让你自己忘记 用耶稣的宝血 好像涂抹那个记忆 有的时候就是告诉主 主啊 让我想不起来 让我想不起来 这样 那我觉得这样是好 可是如果说 有的时候在那个过程当中 就像我刚刚说 你把这个伤害 你可以放在主的手中 然后有的时候可以问主 他为什么是这样 有时候神 他就是会告诉你 就像主跟我讲之后 我就觉得 我可以接受耶 我就觉得 我心里就很豁然 就觉得 我可以明白 而且我就觉得 我就很感谢啊 很感谢说 还好 就是谢谢我妈妈 让我可以来到这个世界 仍然享受 这个世界还是很美好的 对不起们 就是这样 有的时候 我们因为一些伤害 如果你可以正面地去看的话 其实反而对我们 也是一个祝福 那当然 一个一个走 一个我们提到 当你先谦卑 回转向神 然后你知道 那个伤害是什么 你不要 有的人说 我受伤 我受伤 你到底受什么伤 这个人 他在你身上 他是说了什么话 他做了什么事情 你要具体 你不能说 我感觉 有的人说 我感觉 我受伤 我感觉不好 感觉是骗人的 因为感觉 不一定是个事实 如果你觉得 你感觉不好 那你就问他 对不对 或者是什么 我觉得这个也是一个好的 不要自己在那边猜 所以你要认清伤害 不要说 你只是觉得 我只是怀疑 有的人在怀疑当中 就很受伤了 因为他觉得 好像是这样 那不一定是真的 可是当 如果你认清伤害之后 你所要做 其实就是来选择 就是饶恕 那我们可以赦免 对不起没 就是神 他先赦免我们 就是你常常想到 对 我就是那个 欠了一千两银子的人 如果主他这样原谅我 那别人 你看 我妈妈就是那十两银子 你的伤害你的那个人 他就是那个十两银子 有时候我们就觉得 主啊 那我愿意 因为我从你领受更多的爱 所以主我也愿意 可以这样做 当然我明白 有时候说比较容易 有时候要面对 要做 人人是一个过程 但是我们可以倚靠神 可以走出来的 当然另外一方面 你也可以学习 放下你的情绪 你的苦读 跟对方好好地谈 有的时候 是需要谈的 你要告诉对方 我很受伤 因为这件事情 我很受伤 然后呢 特别 当然这个有时候就是看 也许是夫妻之间啊 或者好朋友啊 这些 然后有时候 就是你可以告诉他 你的感觉 比方说我不喜欢你这样子讲话 或者我不喜欢你动不动 就摔盘子 摔东西 摔门 或者我不喜欢你动不动 因为一有事情发生 你就去喝酒 或者你就离家出走 或者你就神隐 你说这个其实对我来讲 我就会很受伤 好像有一种 一个被丢弃的一个感受 因为当你这样子讲 让他知道 下一次我们还有争执的时候 或者有什么样的冲突 我觉得会给对方 有一个提醒 他知道 我不要这样做 那因为 这个对你来讲 其实你很受伤 这不是你喜欢的 或者你希望的沟通模式 那这个我倒是觉得其实是可以讲的 因为有的人 他就是不知道啊 他就不知道 他动不动 他就是心情不好嘛 所以他就喝酒 可是或者说 他一吵架 他就习惯 他就出门 那可是对你来讲 就是你可能真的没有办法 因为在那个过程 有的时候 你就会带来很多伤害 你的痛苦 很多 也许你的情绪就连接到你爸爸 因为你爸爸一跟你妈妈吵架 也是这样出门 然后就好像把这个家给丢掉了 所以有时候人们就会加倍地受伤 所以你需要讲 因为不然人家不知道 也许这个人他只是觉得 我就需要去透透气 有一个空间 免得我不知道 我等一下在家里 我会做出什么事情来 原来他的想法是这样 可是当有一点这样的一个明白 对不起没 人也是会因为了解 而释放出那个谅解 那这事我们也可以这样子来做 那当然 还有一个情况 就是如果对方 你发现你已经尽量 你该做的 我们倚靠神 我们也知道那个伤害的情况是什么 我们也愿意饶恕 我也放下我的情绪 可是对方好像还是不原谅 或者说他不尊重我 他继续地依然顾我的 就是随便地伤害我 那你就划下界限 在你的里面 你就不要让别人无止境地伤害你 弟兄姐妹 就是这样 有时候我们要跟人之间 要有一个健康的界限 也就是说我们明白 只有神 他真的是无条件地爱我们 可是在我们周围的人 有的时候 不管是有心无心 但是有的时候 他们确实可能会伤害我们 但是另外一方面 有的人我们没有办法逃避 比方你的孩子 你的丈夫 或者我们比较靠近的家人 有的时候确实是 避无可避 但是有一些 比方在我们外围的朋友 有的人太在乎朋友 朋友朋友这样 可是如果你的朋友 他常常这样子伤害你 伤害你之后又说 不好意思不好意思 我不是故意的 可是每一次这样子 周而复始 好多次 那久了 其实你应该要 画下一个界限 在你的里面 有一个健康 人跟人之间 应该有一个健康的界限 那我觉得这样就不会 无止境地伤害自己 记得耶稣也是这样说 他提到我们 不要把自己交给人 所以我觉得 这是我们在生活当中 我们可以这样 引靠神来学习的 所以鼓励每一位 我们学习把忧伤交给神 然后从神来领受 这个饶恕人的力量 那所以当我们 愿意这样做 我们自己 我们自己其实就可以 在这样的一个 信仰的旅程里 我们就可以走得更踏实 而且我们也不会说 伤痕累累 越在主里越久 你的信仰根基 越扎实 你跟神的关系越好 你发现 你就越不容易 受到很多周遭的伤害 所以求神用他的话 来祝福我们 那我们来唱这首 永远的依靠 请牧师为我们做祝福祷告